甲斯汀比伯近日似乎正在一心准备与海力报德温的婚礼 这也让很多比伯傻脸了的CP粉开始相信比伯这次是认真的了 也试着去祝福两位 然而对于这对让外界同志一道接受的心近情侣 粉丝们似乎嗅到一些不一样的味道 有网友指出比伯的妈妈帕特 马列特在比伯宣布与21岁的海力订婚后 不久就删除了推特上一些影射比伯的片段 并喜欢说一些不喜欢快速式的婚姻之类的言论 他要的是两个恋爱时间要久一些 这样双方才能有一定的了解 因此网友猜测 这是不是帕特在暗示不赞成两人的婚礼 或是希望两人延迟婚期呢 都知道比伯是由单亲妈妈帕特一手带大的 这也可能造成了比伯少年时期较为叛逆的性格 但是两人对于彼此还是非常爱的 在与塞琳娜恋爱七姐 比伯也曾以歌曲的形式 表达出自己母亲似乎不是看好她和塞琳娜的恋情 随后母亲推特上又发文字非常欣赏塞琳娜 可见比伯还是很在意妈妈的看法的 母子二人也多次在公共场合喊话爱对方 比伯更是创作never say never讲述成长经历 大声告白母亲 尽管儿子不善与母亲交谈一些事情 但母亲却十分关注儿子的生活 经常在推特上分享一些儿子的日常 或者影射一些比伯的近况 但此次帕特删除推文 自在否认比伯和海莉订婚的决定 这让很多比伯的粉丝感到不满 一位了解情况的人说 他曾在推特上写过似的 贾斯汀比伯是我的儿子 但现在他只是简单的说 爱了洛伊尔 他不再教儿子贾斯汀了 甚至不再对他有过多的要求 粉丝直言很伤心 除此之外 一个粉丝坚持说 帕特是单身女郎的超级偶像 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 帕特对于儿子订婚的不满 可能来源于他对于幸福家庭的一种信仰 他认为单身女郎在被认识 几个星期的男男朋友求婚时 一定要考虑好 他是否想好承担家庭的责任 因此我们明白 比伯母亲这么做都是为他们好 防止他们出现闪婚闪离的情况 不得不说 比伯的妈妈帕特的思想是成熟的 他这么做也是为孩子主讲 也许比伯与海莉的订婚 对于他来说太过突然 但不管怎样 相信帕特也会尊重比伯的决定